嗨嗨大家好我是天樂 自從六月的第28屆金居獎特輯之後 消失了好一陣子 呵呵呵 這就做自由又猜錯了 不過搬給阿信但是挺開心的 耶 究竟這麼長的時間跑去哪人呢 一直到八月底前 不是在填詞 就是在準備填詞的路上 然後接著 筆頭掛 登 讓我們為金帳五年的銀色炫光號默哀 一個小時 果然是歲月如說啊 好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哪一塊專輯呢 嘿嘿怎麼這麼突然 沒錯今天金色新芒 嘿嘿我的心比天 這第一個影片任務不是介紹歌詞 而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泡麵醬麵團 蛤 沒人期待嗎 哎呀別計較那麼多啦 上面那三包就是因為花雕雞泡麵 而生命大造的台九 所出的神秘新產品 嗯沒錯 就跟台鐵的本業是做便當一樣 台九的本業其實是泡麵 下面一大包則是家兄 我不是說家兄下面一大包啦 那包是他去新加坡出差順道帶回來 號稱每一包都附贈於每一小鮑魚的A1鮑魚麵 首先是台九的台九帕斯達 就是帕斯達啦 一定要翻進去 將包裝拆開 拿出沒什麼特色的麵體 調理包 白酒包和湯粉 啊 忘了展示一下 這是奶油白醬調理包 這是湯包粉 說是玉米牛湯呢 最後台九泡麵的精髓 酒包 這可是白葡萄酒喔 想當然也是可以的啦 這時候開水還沒煮滾 我們接著來拆 紅酒帕斯達 它可不是單純白酒換紅酒而已喔 裡面一樣有相當普通的麵體 番茄紅醬調理包 湯粉 這是羅宋湯風嘿嘿 等等 紅葡萄酒包 也就是俗稱的紅酒啦 然後請大家忍耐一下有點無聊的沖泡球段 撕開湯粉 紅紅的這個是羅宋湯 就是要甩一甩 紅紅的是玉米牛湯 再來是重頭戲 拉麵的時候到了 番茄紅酒調理包 一樣要甩一甩 這可是很講究技巧的 吃泡麵有很多樂趣你覺得嗎 只不過是你不懂的技巧罷了 說真的有點香 接著加入主角紅葡萄酒 接下來的片段依照視覺上而言 大家可能會覺得只是紅色變成白色 所以我們不囉嗦安靜的欣賞吧 嘿嘿 一定要擠乾淨啊 湯者的醬汁基本上真的與外面的餐廳不相上下 但因為泡麵的紅白酒是最後才加入的緣故 酒味比較香濃 建議麵條別泡在酒 留著口感就更完美了 只是那個湯粉 別再期待就好 其他沒什麼答案 趁著還沒吃飽我們馬上進入湯麵的部分 台酒花雕東坡肉 是細麵的麵提 一樣有裝著肉塊的美味調理包 粉包及油包 不知道為什麼跟花雕雞的花雕酒不同 花雕東坡肉的酒包是採不透明包裝 倒入粉包 油包 一定要甩甩然後擠乾淨啊 然後是花雕酒包 這次熱水一下就好了我們直接來泡吧 最後倒入肉塊大功告成 看來花雕酒的效果沒有在花雕雞麵裡表現得好 十分普通中規中矩的一碗麵 又是新加坡柏來品 A1鮑魚麵 是一組有過份包裝鹹魚的泡麵 麵提 粉包 主角鮑魚調理包 嘿嘿嘿嘿嘿在這裡 也快突起物 拆開麵提 有點中藥味的粉包 沖熱水 中藥的清香突比而來 最後 重點來了 常常在鮑魚高湯裡的... 小鮑魚 有些事不需要出生 有些愛讓心更豐盛 正面提的沖泡時間不是很好拿捏 口感粉爛粉爛的沒什麼角度 沒關係,最重要的是小鮑魚 啊...感覺還好而已呢 好的 除了以上四碗,讓我們快速瀏覽一下 忘了拍片的肉王之魚 先前在台灣很夯的龍蝦馬鈴薯 超... 極難吃 跟辛拉麵差不多 甚至還比較難吃 然後是小廚師與點水柔聯名推出的 紅燒半筋半肉牛肉麵 剛剛也是不怎麼樣 奇怪 記得小時候小廚師明明就有出過便宜又棒的牛筋肉麵 看不曉得為什麼要停場 然後推出這種難吃又貴的東西 唉...只好以大阪環球影城的蜘蛛人泡麵做個哀悼性的結尾 這個還比較好吃 好,我是天樂 感謝大家的收看 先去洗盛了 掰